在过去许多有关张居正的小说和影视剧中 甚至在我们一直当作历史真相记载的名史中 都详细记载了张居正如何勾结内庭宦官冯宝 共同策划阴谋 把当朝首府大臣高棍拉下了马 但今天 利波老师却将要破天荒地说 这一切都是假象 那么利波老师究竟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竟然敢于挑战名史的记载 在真实的历史上 张居正究竟有没有与宦官冯宝狼狈为奸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利波副教授 与我们共在明史的自律堂间 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蛛丝马迹 让被掩盖了数百年之久的历史真相重见天日 为你讲述 风雨张居正第十集 可疑的勾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与张居正的小说或者是影视剧中 都有很长一段关于张居正 是如何与当时的内庭太监冯宝勾结在一起 阴谋陷害当朝的内阁首达大臣高宗 并让自己最终取得带出了惊人故事 而当我们探取这种缩法的源头 却发现在一直被我们奉为正式的明史大概也是这种计算 因此今天的我们也就对张居正与大太监冯宝的勾结深信不疑 但今天立波老师竟然要破天荒地说 这让人毫不怀疑的一切都是假象 那么立波老师手里难道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他究竟凭借什么竟然敢于挑战明史的记载 在当年那一段复杂的历史上 张居正究竟有没有与大太监冯宝党备为奸 陷害了当朝首达大臣高宗 并且自己最终取得代之呢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波副教授 与我们共处在明史的自立行间 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诸子脑迹 让被掩盖了四百年之久的历史真相 重见天狱 为您讲述 风雨张居正第十集 可疑的攻击 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讲 我们在这个宰相打架事件中 说到那位山东大汉英士丹 差点就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 挥老拳揍了高拱一顿 幸亏张居正 挺身而出 说在这个英士丹的老拳下 解救了高拱 虽然说英士丹打人为谁 但是也不好意思在官场再待下去了 自个儿就卷扑盖走人了 打辞职报告回老家了 高拱虽然挨了一顿羞辱 但好在一拳头没落下来 没打着他头上 二 他这个最看不上眼的英士丹 内阁里最后一个仇人 他的敌人也给他赶走了 这时候内阁里就只剩张居正和高拱两个人 说龙庆五年的十二月 英士丹被赶走之后 高拱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大兽 在喜气洋洋的六十大兽之后 高拱突然发现 本来一位没敌人了 原来还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在自己身边 谁呢 张居正 按明史的说法 两位人这时候突然反目成仇了 由原来的明争暗斗 一下子就进入了生死的搏斗 跟一切政治斗争一样 最终都有成王败寇的结局 明史的说法是张居正最终取得的胜利 而在此前政治斗争中 一直长胜不败的高拱 这会儿如大江东去 一去不回了 政治生命彻底结束了 但是按明史的说法 张居正虽然取得了最后的绝对胜利 但他这个胜利 按明史的说法 那是不怎么光彩的 也就是说是耍了手段 使了阴谋的 因为明史是一部正史啊 所以这种论调对后来的影响就很大 历来有关张居正的 不论是传记作品文学作品还是一些影视作品 在这一点上都大肆渲染 大肆渲染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这种儿鱼我诈的政治斗争 说老实话 我个人对明史的这种观点啊 包括这种叙述方式 非常不认同 这两讲我们就来变析一下 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通过妙计出安天下的国防大事和宰相打架事件的生活小事 分析了高拱和张居正在政治上的盟友关系 以及在私人生活上的朋友关系 要说张居正和高拱最后发展到了生死搏斗的程度 那就首先要问一个 为什么两个人原来那么好的朋友关系 后来也恶化到这种地步了呢 根据明史的记载啊 我仔细这个简讯了一下 发现明史里头记载的有关张居正和高拱 两个人导致他们发展到生死搏斗这一地步的矛盾只有两个 第一个 当然是因为徐杰对张居正的重用 这个以前我们经常提到过 徐杰搬到了严松之后 在龙庆元年推行波乱反正的工作 明史的说法是 徐杰如与居正计 拱心弥不平 就是徐杰跳过了内阁中其他的成员 单独合在内阁里头排老木的 可以说是资格最浅的张居正 一起策划了这件很得人心的事情 尤其是跳过了龙庆最敬爱的老师高拱 所以这个高拱心里很不平衡 当然我们说这一句拱心弥不平 就是不平就是不服气 既然是不服气 那说明主要也是对徐杰而言 在这个过程中顺带着高拱可能对张居正有点不满意 那应该不是主要方面 第二个矛盾 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徐杰的儿子 徐杰倒台之后 和高拱付出 我们在上一讲提到过 高拱的付出还是张居正和大探监李方共同谋划的 也就是说在高拱付出的这个过程中 张居正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高拱回到内阁之后 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 现在掌权了 他就想着怎么报复徐杰 明史的记载 明史高拱传的说法是 拱之再出 专与阶修夕 主论 劫于众阶 众其罪 就是说他想方策法的想要报复徐杰 现在徐杰没权了 所谓人为刀主 我为鱼肉 刀主 就是那个菜刀和针板 我为鱼肉 就任人宰割了 这时候 这个徐杰的儿子 因为仗着老子的权势 在地方上横行惯 就给高拱抓到了把柄 高拱就指使地方官 整这个徐杰的儿子 先把徐杰家的地都没收了 然后把徐杰三个儿子中的两个 发配到边疆去了 说他还准备继续整下一个 后来这个民怨 当时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高拱才收手 留了一个儿子 给徐杰养老送终 想想在看不下去的人中 肯定有一个人 谁呢 张居正 徐杰是他的恩师 可以说是徐杰一手 把张居正培养起来的 而且徐杰临走的时候 临退休的时候 特意嘱咐过张居正 叮嘱他 关照一下自己那几个不争气的孩子 现在高拱这么狭私怨 报复徐杰 可想而知张居正心里会怎么想 张居正啊 虽然知道高拱这个人心胸比较狭窄 但是在这件事上 张居正还是不避邪 来找高拱 明史张居正正 说他为徐杰的事 从容为拱言 拱烧心动 就是替徐杰来辩护 而且态度从容 秉公而言 所以连高拱也被他说动 要知道在高拱 报复徐杰的过程中 也只有张居正为徐杰辩护的话 高拱听得进去 可见当时两个人的关系还是不错 既然明史明确记载 高拱与张居正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甚至张居正都敢于在高拱面前 替高拱正以徐杰辩护 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不一样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 明史后来说他们反目成成了 当然张居正除了为徐杰辩护 还为徐杰做过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没有史料 但是高拱 从他手下拍马屁 能到帮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小报告 说张居正为了给徐杰的儿子开脱 收了徐杰儿子 三万两银子的好处费 高拱是个心里常不做事的人 虽然张居正在这个政治上是他的盟友 但是他知道了之后 也忍不住想要讽刺挖苦一下张居正 试探一下张居正 所以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第二天一早 上班到了内阁的阁房里 高拱一看到张居正 就说苏大 张居正自苏大 苏大 恭喜你啊 张居正一听就话不散 语气不太对啊 那我喜从何来啊 空拱说 听说你拿了徐杰儿子三万两银子 发财了 张居正一听这话 当时脸就变啥了 宁史张居正传 记载张居正当时的反应是 居正色变 只欠事辞胜 就说当时脸就变啥了 发誓 绝对没这么回事 当然没这么回事 既可以是 只没有帮过徐杰的儿子 也可以是只没有拿过人家的钱 更别提三万两银子了 大概在高拱以为张居正说的是 我根本没帮过徐杰的儿子 但在张居正 我觉得他说的是 我根本没拿过他的钱 更别提三万两银子了 我觉得张居正这话说的不假 张居正做了十几年的内阁首辅之后 他死后万利超他的家 连他家以及他所有的亲族 一共超出十万两银子来 要知道万利年间 那个明记杜石娘的私人财产 也不止十几万 经过万利新增的改革之后 当时老百姓生活很富裕 张居正作为一手 促成了中兴的大明王朝的人 你说他家里头 包括他的亲族 总共十万两银子 这多吗 那个嘉靖朝末期的时候 百姓民不聊生 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 当时的跟张居正一样的大宰相 做了十几年宰相的严松 他被抄家的时候 抄出多少东西来 黄金白银 总计不下几百万两 更不要提古玩字画 珠宝玉器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有人说张居正 贪污纳会 而且还有人就凭这一条材料 说明史里头 说他搜索徐杰儿子三万两银子的材料 我觉得不足为心 当然这一点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详细辨析 说高拱听了这话之后 也不好意思了 人家张居正都发了毒誓了 高拱看张居正成亲之后 他的表现是 拱谢不审 谢就是道歉 也就是打了个哈哈说 哎呀 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也就听人随便一说 不过他自己倒不是随便一说 但是明史紧跟在这个后面 又说了一句话 叫两人交税离 也就是说两个人的交情 两个人就此就开始明星 虽然表面上关系还是不错 但此后貌合神离了 以上两点矛盾 据说就是张居正和高拱之间 关系这个友好变坏的两大根源 说起来是两点 其实也不过就是一点 明史不过就是认为 因为徐坚和高拱的矛盾 所以导致了张居正和高拱的矛盾 既然有矛盾了吗 在政治上就分手了 既然分手了就要斗争 既然斗争就你死我活 最后自然有一个成王败口的结局 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 明显可以看出 明史的这种说法里头 在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至少在时间上存在着 这样三组误区 第一 明史说龙庆元年到龙庆二年 这两年是高拱和徐坚 两个人剧烈斗争的时候 但是龙庆二年 张居正和李方一手促成了高拱的副职 如果说张居正卷禁了他的老师和高拱的矛盾中 他怎么会帮高拱来副职呢 对不对 第二点 龙庆三年 复出之后的高拱 找徐坚秋后算账 尤其是拿徐坚的儿子开刀 最迟也就到龙庆四年 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 和高拱 从容问徐坚的儿子辩护 两个人因此矛盾公开化了 但是就在龙庆三年的时候 张居正和高拱联手排挤了内阁中的赵真吉 又在龙庆四年到龙庆五年的时候 和高拱也是联手 面对朝廷上上下下的反对意见 两个人联手促成了和安达的停战互施事件 这一方面关系破裂了 另一方面又能在工作上通力合作 好像有点说不通 是不是 第三说到了龙庆五年的时候 两个人的矛盾已经分裂的越来越厉害 两人交税离了 冒合神离了 但是我们上次讲过了 就在龙庆五年的宰相打架事件中 张居正怎么样 在一因事丹的拳头下 挽救了高拱的脸面 如果这时候张居正已经铁定了 把高拱当做一个政敌 他为什么要去维护高拱呢 我们看这三组时间上的对比 大多数都是分裂在前合作在后 都是先分裂再合作 如果说张居正和高拱已经彻底分裂了 怎么可能在政治立场上 尤其是在很多政治事件上 和高拱保持这么高度的统一性 按照高拱的脾气 我们知道他很不能容人 如果真的两个人关系是这样的话 他也不会在赶走了所有人之后 还留一个跟自己分裂的张居正在内阁 至于明史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技术方式 而张居正到底是怎么陷入到 这个阴谋论的泥潭里去的 这是一个终极的谜题 我们放在下一讲里头去接底 我们先不说明史 为什么这样来表现高拱之间的矛盾 我们先来看看明史是怎么渲染两个人之间 这场尔虞我诈 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斗 说到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矛盾 有一个人物比较关键 谁呢 大太监冯宝 明代的太监权力很大 当然也分个三六九等 权力最大的是私立建的太监 这个私立建里头 两个掌头的 一个叫丙礼太监 一个叫掌印太监 私立建的头两个 这个丙礼太监就是替皇上签字的 有个什么公文文件国家法令 要皇帝签发 皇帝经常会懒到都不愿签名 丙礼太监就帮他签字 权力很大的笔杆子 但是我们说笔杆子还不如硬把子的权力打 改章用硬才是最后一道关 对不对 真正在这个私立建里头权力最高的是掌印太监 而私立建掌印太监 也是明代所有太监里的老大 做这个冯宝很有才 尤其书法写的好 做这个丙礼太监 做了很长时间 可这个老二一做 就做成了千年老二 为什么呢 因为高拱 说这个高拱 自龙庆二年复职以来 掌印太监出现过两次空缺 按道理 按正常的境界次序 都应该是这个丙礼太监 冯宝来接替 可是高拱这个人 他喜欢惹事 按道理来说 谁来接替掌印太监 这是内庭的事 你内庭 太监不要干预朝政 你朝城属于外庭 你作为一个宰相 你也不要去干预内庭 可是不 高拱权力大 他和龙庆的关系又不一样 两个人特别铁 所以他什么事他都管 就是在他的建议下 两次分别提拔了 陈宏和孟聪 越级做掌印太监 跳过了冯宝 这冯宝老是挨不上 心里这个来火 所以就把这个高拱当做了自己的生死仇人 这时候明史 顺理成章就来了一句 叫 宝 以示怨拱 就是冯宝因此 心里非常恨高拱 可是这句话臭面 紧接着又来了一句 叫 而居正 与宝 身相接 就说因为 冯宝心里怨恨高拱 张居正 就和冯宝 结成了同盟 这话我就读着古怪 你说 因为高拱阻挠了冯宝 做掌印太监 所以 冯宝 记恨高拱 这个逻辑很鲜明 怎么张居正突然在后面跑出来了 又因此和冯宝结成了政治同盟 明史这样就说 其实是想说 因为这句话是出现在张居正传里头 所以明史其实是想说 张居正 早就打算要对付高拱了 现在看到冯宝和高拱的关系恶劣了 然后赶快把冯宝拉过来 做了自己的同盟 可惜啊 说这个糊涂的高拱 即使面对张居正和冯宝 两个人勾结的蛛丝马迹 可是他一点都看不出来 后来甚至到了政治决斗的关键时期 两个人明显在勾结着 刷手段做阴谋 可高拱还是看不出来 那么明史所说的冯宝和张居正的勾结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仔细检查一下明史 会发现明史中总共记载了冯宝和张居正 有两处勾结陷害高拱的事实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处 一直到龙庆五年的六月 这个也就是龙庆皇帝突然病死了 政坛上的大政殿来临之前 虽然明史言之早早的说 张居正和冯宝相勾结 但是两个人具体有什么勾结的事实 明史也没有列出一条来 但等到龙庆皇帝一死 这个政坛大政殿要来临的时候 两个人突然就紧密的勾结到一起了 这时候龙庆六年的五月二十六日 说龙庆帝突然得了中风 到第二天五月二十七日 龙庆帝就去世了 注意这前后总共不到一天 总共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这时候所谓的第一件 冯章勾结事实来了 明史冯宝传称 目中得己 保密主居正 御草遗兆 围拱所见 面则居正曰 我当国奈何独于中人居遗兆 居正面斥谢过 这段话是说 龙庆中风之后 冯宝立即嘱咐张居正 秘密起草一份 有利于冯宝的遗照 后来龙庆的遗照 确实是让冯宝做了私里见掌印太监 确实是有利于冯宝的 所以后人自然就认为 这份遗照肯定是出自这对反高同盟之手 我就纳闷了 这个明史里头多处说到张居正的性格 诚意冤重 而且是为人居傲 他怎么这时候就这么甘心 就算他和冯宝达成了这个结盟 怎么就这么甘心 听冯宝的吩咐做事 而且这是给冯宝做手下当秘书的事 张居正怎么突然表现的就这么没性格 说张居正替冯宝起草这份秘密遗照的时候 刚好还被高拱给碰上了 所以高拱当时就很恼火 就对张居正说 我是守府啊 也是你的上司 你怎么能绕过我去和这个太监 你看他连冯宝参与这事他都很清楚了 说明他了解的程度很深 就指责这个张居正 你怎么能绕过我和这个太监 去秘密起草遗照呢 所以高拱指责了之后 张居正也只是脸红道了个歉 这事也就完了 这种事出现在明史的记载里头 我觉得非常荒唐 明史的这一段记载 表目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利波老师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记载很荒 难道他在这其中发现了什么惊人的破绽 为什么呢 第一 从龙庆出发中风到去世 总共也就不到一天的时间 也就不到24个小时 这么 这种时间下怎么来得及 去秘密起草遗照呢 第二 既然是秘密的起草遗照 以张居正的精明和强干 怎么可能刚好又被高拱碰到呢 难道张居正是跑到高拱家里 当着高拱的面 说我秘密起草的遗照 你看看点 对不对 第三 既然高拱撞破了这事 也就应该知道张居正和冯保之间是什么 是一种同盟的关系了 对不对 也就应该知道这对反高同盟的存在 可明时的记载却是高拱只是责备了一下张居正 这事就算完了 这是有证据的 这个证据就是张居正和冯保第二次勾结的事实 事实上冯保在内庭的权力还是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他和这个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一个就是当时的太子朱玉君 也就是后来的小万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万丽的母亲李贵妃 因为他从小是带大这个小万丽的 小万丽都不称他的名字 向来称他为什么呢 称他为大半 所以他的权力很大 因为他和小万丽的关系很好 再加上这个明代的太监向来权力就很大 我们知道这个毛主席读明史的时候 曾经发过一句感慨 说明史越读越让人生气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明代的太监权力太大 说起来 这要怪谁呢 当然最早的跟着怪朱元璋 朱元璋先设立锦衣卫去监督朝城 后来发现锦衣卫的权力太大了 可以甚至私自设刑狱 来考伐朝城了 后来这个朱元璋意识到问题很大 伟大不掉 最后撤销了锦衣卫 甚至在宫门里头立了一块碑 碑上写几个大字 说这个宦官不得干预朝政 对不对 但是明代宦官这个乱政的跟着在哪呢 在明成主朱棣 朱棣他是等于是抢了天下 对不对 所以他心里不踏实 他老觉得别人要反他 所以他又重新设了锦衣卫 但是锦衣卫的权力后来又膨胀起来了 我们知道卫是明代的一个军事组织 一卫一般来讲有兵员多少人呢 五万到六万人 可是锦衣卫有多少人 十五万到十六万 所以这个机构非常庞大 权力也非常大 后来又伟大不掉了 说这个朱棣就没有他爹这么聪明 这个朱棣啊 采取了一种饮证止渴的办法 他觉得这个锦衣卫的权力太大了 他说我要限制一下锦衣卫 于是他又设了一个东厂 东厂来监督锦衣卫 这个锦衣卫能监督朝城 东厂的权力多大 所以东厂慢慢又膨胀起来 又巨大了 朱棣一看又不行了 东厂又控制不住了 他又设了个西厂 在监督东厂 你说这糊涂蛋嘛 是不是 所以锦衣卫东厂西厂的首领都是谁 都是太监 所以太监的权力非常大 所以冯宝这时候已经提督东厂的权力很大 再加上他和小万利和李贵妃这个母子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他在内庭里的势力是很大的 只是他死前一直是千年老二 没坐上这一把手 这时候他其实是因为和小万利母子的这个关系 所以龙庆的遗兆里头确实是把冯宝立为了掌印太监 高肱一看很恼火 冯宝是他的对头 向来给他不和 所以冯宝一做了掌印太监 两个人立即钉对钉 卯对卯的就干起来了 这是明史的说法 就是高肱认定了 冯宝是私拟遗兆 但手上又没证据 他的办法最常用的办法是什么 弹劾最文人的办法 就让手下的盐官纷纷弹劾这个风暴 在弹劾之外 高肱还想出了一招绝招 他自认为是非常绝的一个绝招 叫做釜底抽薪 怎么回事呢 他上书给刚刚登基的小万利 建议改革行政工作计划 就改革行政工作的流程 要把这个明代太监 得以干预朝政的一个 租批的权利收回来 就是大臣们上表 一些公务奏章上到皇帝那 这丙比太监掌印太监 不是有权替皇上签字吗 也就有权代皇帝批示 租批 这个权利就很大了 高肱就上表 应该改革行政工作流程 收回太监可以租批的权利 高肱这个想法很好 如果能做到的话 确实就此就可以遏制 整个明代太监干预朝政的这种情况 所以叫釜底抽薪 而且高肱认为这个计划一定成功 是在于按照明代的规定 大臣们的上表交到皇帝那 然后是要发回到内阁来 你处理意见 就是高肱左手把这个表送上去 右手又发回他自己的这来 你处理意见 这左手交给右手的事 肯定没问题 高肱你的处理意见 再交上去 这时候小皇帝刚刚登基 才十岁 他哪种国家大师 所以肯定会按高肱的意思来 改革这个行政工作流程 所以高肱认定了这一招就可以把冯宝的权力给夺过来 然后再驱逐他 高肱这么做 想了想还要得到张居正的支持 因为内阁里头张居正是内阁赐福 所以一边这么做 一边把整套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 明史高肱传的原文是说 肱使人报居正 居正养我之 而肥于保 也就是说高肱把这个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 而张居正表面上去支持高肱 说我支持你 老大你放心去干 但私下来却把这个和冯宝斗争的关键性计划 透露给了冯宝 使得冯宝得以在关键的时候 做好了应急准备 最后倒戈一击 因为张居正的倒戈一击 冯宝彻底战胜了高肱 这就是明史上所讲的 张居正和冯宝第二次勾结的事实 有关这一次勾结 我认为也有很大的疑点 至少有三个疑点值得辨析 第一 高肱就这么不小心吗 上一次冥冥撞破了张居正和冯宝 私拟遗兆的事情 这次就这么相信张居正 然后把核心计划全盘托出 告诉张居正 所以我们刚才讲他们 当时只是面责了一下张居正就算完事了 而且还是使人暴居正 让人把这个核心计划告诉了张居正 面对政治斗争如此重大的 重大关节 高肱的表现实在有点小儿科 我们说他在内阁里头这么多年 前前后后赶走过四位宰相 跟徐基 跟赵真吉 这些人斗的你死我活 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他怎么一面对张居正 表现的就这么弱智呢 第二 虽然我们说总保的权力很大 但是就内庭和外庭比较而已 总的来说 内庭还是不如外庭的权力大 高肱是内阁首辅 又是顾命大臣 冯保此前一直是一个丙比太监 他怎么斗得过高肱呢 他的翻盘 到最后的翻盘 完全是因为高肱一个疏忽造成的 至于这个致命的疏忽是什么 我们在下一讲里会讲到 按照正常的比较 当时在官场上所有人认为 高肱是必胜的 因为冯保肯定斗不过高肱 以张居正的政治经验 在此前那么纷繁复杂的内阁争斗中 他都不和高肱产生正面的矛盾 他甚至不帮着自己的老师徐杰 去和高肱斗 他怎么这时候脑子一根筋的去帮着 这个看上去并不太有前途的冯保呢 第三 这个疑点最关键 就是高肱这个驱逐冯保的计划 就是这个改革行政工作流程的计划 它是一个堂堂之正 正正之旗啊 也就是说 这个上奏 是首先 高肱的这个计划 这个奏表 是首先要交到皇帝那儿的 从皇帝那儿再发还到内阁来批示 皇帝的公文都是谁代为处理 谁代为看的 私立建的太监 比如说 第一个看到这个奏折的 看到这个计划的是谁啊 就是冯保啊 这又不是什么暗杀计划 是不是 这是走正常的工作流程走的程序 可以看到的 冯保一看这个奏章 不就明白高肱的意图了吗 这哪需要张居正去通风报信呢 张居正为了这个根本不需要通风报信的计划 去通风报信 而且还冒着得罪高肱的风险 他就不怕高肱收拾了冯保之后 掉回头来收拾他吗 事实上 高肱是把计划告诉张居正 但他的失败 并不在于刚张居正有没有把计划通风报信告诉冯保 而在于他自己的疏忽 或者说是他自己性格上的一个缺陷 至于这个致命的疏忽到底是什么 至于在高肱一疏忽成千古恨的这个失败过程中 张居正又做了些什么 而冥史又会如何演绎这段漏洞百出的历史 他又依据什么演绎这段漏洞百出的历史 于之后事如何 于之谜底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龙庆帝的突然驾崩 使得斯里建 掌印太监冯保和内阁首府高肱之间斗争 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那么这一场斗争会有怎样出人意料的结局呢 张居正又会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一直以来 人们都认为张居正的汉语其中 愿于冯保勾结 李伯复教授又会对此给出怎样的分析与评价呢 静静关注风雨张军